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12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玉兰 新闻首先带你来看到去年的0918地震 花莲县南区高辽大桥 玉长大桥 以及轮天大桥等三座重要的桥梁倒塌回损 而花莲县政府也争取到了中央补助将近18亿元 随即展开了三座桥梁的设计 工程招标作业 那么近日已经完成了八包 20号的下午 县政府接社处以及县长许正卫 就特别来到玉丽镇西郎公部落进行了 花75香道 玉长大桥 0918镇灾复建工程简报地方说明会 去年0918地震 花莲县南区高辽大桥 玉长大桥 以及轮天大桥等三座重要桥梁倒塌回损 花莲县政府争取中央补助将近18亿元 随即展开三座的桥梁设计 工程招标 今日完成发包 20号下午 县政府建设处以及县长徐正卫 来到玉丽镇西郎公部落进行花七属县到玉长大桥 0918镇灾复建工程简报的地方说明会 桥的宽度是7.5公尺 那我们现在新的设设计的桥的宽度会是这个9公尺 就是变宽了会变宽 有非常多的行政程序 它一个桥要从这个争取到预算 然后它从采购发包会换设计 一直到现场的施工它有一个这个流程要走 现场居民也对于桥梁的耐震以及长度宽度都有表达意见 因为这座桥是要使用超过50年的桥梁 所以希望能够兼顾 县政府也回应 结构设计也是依据最新耐震设计标准来办理 因为我们要盖的一条是30年 40年 50年 天天大家都安心的桥 那开工以后就快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请原达 这个等到我们现在应该是过几天就要开工 开工典礼 之后它开始有些备料的程序 那就请原达 无论是说700天的公尺 或者是能尽快 请它尽快好不好 花旗五香到玉长大桥 0918正在附建工程 经费是5.28亿元 新桥梁长度810公尺 引到368公尺 桥梁结构形式为玉立哀形简枝梁桥 依据工程会专案审议核定内容 重建桥梁宽度都才9公尺的双向双车道配置 并且包含排水 照明以及护栏等相关附属设施 重建后的宽度都大于旧桥宽度 可以提供较过去更为舒适安全的通行环境 记者高双双玉立正采访报道